很多人都说张云雷成功的把德云社女孩从夜店带到了小剧场 对于许多传统的曲艺逐渐走向低潮 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给每个人更多的选择 谁还会咿咿呀呀的听什么唱戏呢 尤其是年轻人 而张云雷的出现扭转了现在娱乐圈的一种病态现象 他让很多去酒吧去夜店的女孩子成功的记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并且传承下去 而近日德云社张云雷又出圈了 12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官微发布了一则动态 大意就是张云雷 他将代表天津曲艺参加央视总台客户端节目 以飞移讲述者的身份讲述天津飞移故事 有网友表示这才是飞移传承正确的打开方式 既有实力又有颜值 以实意派偶像演员的身份面对年轻观众 普及曲艺的历史 两全其美 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 利用相声行业里积攒的影响力 用别墅一致的方式来推广京剧 评剧以及谷曲 充分接受市场化的洗礼 在德云社谷曲社开业之际 郭德纲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懂谷曲就为看张云雷 没毛病 而张云雷参加这个节目 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他对曲艺的传承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经京剧大师李鸿图就说过 或许因为郭德纲 许多人走进戏院听戏 让更多年轻人逐渐愿意了解京剧 并且举了张云雷的例子 肯定了张云雷让许多年轻人喜爱京剧 对于京剧的传承起到了积极意义 张云雷的这次出圈可谓三赢局面 对曲艺来讲 这是最好的普及方式 尤其是随着老一辈观众的逐渐凋零 年轻观众轻狂不接的时候 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打造观众群体 让更多的人了解曲艺 对央视飞夷节目来讲 张云雷在年轻人中有着极高的影响力 可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让更多人领略到传统曲艺的魅力 这本就是节目的初衷 对德云社来讲这是再次的肯定 长久以来三俗相声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 这次的出圈再次证明了德云社一直踏踏实实的致力于 传统曲艺的传承 自从天津古曲社开业之后 张云雷可以说是很少的露面 最近一段实际基本上都是在天津德云社 跟随着郭德纲王会夫妇为德云社学员上课 培养德云社的下一代 这次参加节目对粉丝们来讲 这么久没有张云雷的消息 能够在节目中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也是赚到了 希望张云雷在这档节目中能够讲好飞夷故事 带着大家体验天津的飞夷文化